大家好 推荐几款半莲花做类的多肉植物 这些都是比较好养的品种 它们上色的状态都还不错 现在拍的第一颗叫做奇罗 这一些叶片现在还有点伤 上次被冰雹炸过还没有完全恢复 奇罗在低温的时候特别容易上色 而且它那种红色的边非常红 我这颗状态都不算怎么好 这边这颗状态也是不行 因为淋雨太多了 之所以叫半莲花做 主要是因为这些品种 它像莲花做又不完全是莲花做 它那个杆容易长得比较高比较长 一般的莲花做像那种鸡娃娃 陈蒙露都是很贴着下边的土的 长得不是太高 除非是那种很多年的老庄 可能会长得高一些 这边这颗叫做朱丽丝 它也是这种叶片比较大比较薄 像这种莲花一样的 朱丽丝是一种紫色系的 周围一圈的边也比较偏红 它的整体叶片更大一些 在没有控制它生长的情况下 长得非常大 这一些就有点类似白缝了 初期的时候看着好像不是太高 长一段时间就会长得比较偏高 比较紧凑的这一颗叫做蓝粉台阁 它也是抱了一圈的小侧芽 以前我养那会儿就是一个大单头 它这种抱宅还是蛮多的 速度也比较快 蓝粉台阁没有红粉台阁上色那么快 但蓝粉台阁一出到那种非常好的状态 它的颜值就会非常高 后面的这一盆叫做赫拉 这一盆的颜色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赫拉相对也还比较皮实吧 但夏季的时候也是要避一些雨 如果淋雨太多了 夏季也是有点容易黑腐化水 它整体的生命力还是蛮强的 侧枝的这一个头 主头自己长没了 然后长着长着就抱了两个头 下边一圈还抱了很多 赫拉出状态颜值非常高 现在不怎么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